日本 融燈台灣人最愛造訪的國家之一 除了美食 文化遺產等觀光行程 日本也是台灣登山者的天堂 你看對面的山 超美 有著完善的路線規劃 世紀不同的絕美景致 日本的外活動 與台灣還有什麼不同感受呢 下雪了 天啊 好想哭啊 這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過去五年 我與夥伴們拜訪了台灣將近50座百月 在這裡我學習了各式登山的安全技巧 紀錄台灣高山的壯闊美景 與山友間的感動 這個冬天呢 我們即將出發日本 除了登山以外 我們也一同體驗了滑雪 冰吊 胖胎車等冒險行程 我們藏新的日本商務的美食 學習日本登山文化 學習日本登山文化 欣賞雪國夢幻的美景 超美的 這次 帶領大家一同體驗 翻越的冒險旅程 下去他可能就下去了 三個鏡頭都被救我 好棒 酷 很大欸 超厲害 哇 那个速刷好美哦 我们曾经在马路与山路上骑过单车 但我相信你没有在滑雪场 想体验过这一刻 这一集我们将骑着 号称单车版的怪兽卡车 Fadebike 穿梭在日本白马的梦幻学场中 前面几集我们到日本的 帐王学习滑雪技能 这一次我们重新回到东京新宿 补给整庄后 再次搭乘巴士前往 号称北阿尔卑士山脉环绕的白马村 不过我们这次并没有滑雪 而是选择在台湾没有体验过的雪地胖胎车 Fadebike Fadebike 出发 我们不仅在森林里穿梭 更是在滑雪场里追风 赶紧跟着我们一起体验日本限定的雪地胖胎车吧 中防游飛距国 哦 十几局 这两者高贵 中文 你们也不会连 bum 祝负我 Spirit 营巴 营 Sz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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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雪 好大一台喔 好像很高級 往東京 我們離開戰王後 回到了新舒適區 休息了一晚 好好補充體力 也補給好所有的裝備後 準備前往我們的下一站 白馬村 If I placed what I have In your heart believing Be enough would you point me closer to your 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you felt 琳達推薦我們選擇巴士作為交通工具 因為比搭乘電車還要來得更經濟實惠 I found a reason To give you just enough of what you want Baby To find People willing to try Honey tell me what you need Oh they've been talking We've been walking So far apart Oh if I could turn this 今天啊 依舊是大晴天招待我們 依然公路沿途的風光啊 抵達休息站的時候 還記得我們看見 遠方整片的北阿爾卑斯山脈 當時就整個熱血澎湃啊 而我們的目的地啊 白馬村 又有另外一個別稱 北阿爾卑斯山腳下 隱藏著寶石 Yeah I found a reason To give you just enough of what you want Baby To find You were willing to try It was The first time You failed just a little bit of something Baby I failed But even I fly I found The reason To give you just enough of what you want Baby To find You were willing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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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式喔 下午抵達白馬村後 我們將我們的行李 放在我們的住宿地方 那隨後呢 就便開啟我們的 登山裝備店的行程 我們等一下就是 到每個店前面先對表 然後對表之後 然後幾點要出來 絕對不能延誤 確定是日本時間喔 對 要差一個小時 不能差一個小時喔 可能不能耍賴喔 這裡有一間好日山莊 基本上是一間大型的經銷商 它裡面呢 販賣了許多不同的品牌 二樓的Outlet的款式啊 也特別的多 而對面呢 就是超級大間的 The North Face 我還是生平第一次 逛這麼大間的 The North Face專賣店喔 很棒的是啊 裡頭有販售一些 白馬村聯名的 The North Face的專屬服飾 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來逛逛喔 當然附近啊 還有Patagonia 與Snow Peak的店面 每一間都很有特色 尤其呢 他們又是座落於這整片的白雪中 我自己已經許願 我下次呢 如果還有機會 可以來到這裡的話 希望可以錄製 月電系列 分享給大家 保礦麗的果凍 還有泡麵 我們連宵夜都準備好了 白馬村啊 位於日本的長野縣 夏季啊 是非常有名的登山順地 這裡有著日本百名山 白馬越 海拔標高2932公尺 我們有俗稱這個 白馬山山的路線啊 就是其中包含了 白馬越 韶子越 與淺越 冬季啊 則是國際文明的滑雪順地 因為有豐富的 山坡地勢 與良好的積雪質量 曾經在1998年啊 在這裡舉辦了 第18屆東京奧林匹克的運動會 另外啊 這裡的街景與房屋 近似於歐洲 也讓人有種 宛如置身於在歐洲的錯覺 當我們啊 要前往這個雪國日本的時候 我們單車與登山的這個奧豆卡 我們的共同朋友阿毛 他就跟我們推薦 如果你同時熱愛騎單車 又熱愛登山的朋友們啊 你可以來這個日本 體驗這個獨特的胖胎車 飛bike 這個胖胎車呢 特別的地方 它不是在公路上騎行 而是在雪場上追風 我們看到這個網路上的這個照片啊 馬上立刻報名 一大早啊 胖胎車的負責人Toshi-san 開著車就準時到我們的住宿 接待我們 胖胎車的那個 他的已經來了 他的車上 看到這就是 能夠啊 他們是贏性的 找到我們 可以讓我們peare出去 跟我們 chart嘢子 成員無人 quindi forGoogle 旅行 是 要來 我 这一天要去 你要教一下大家的名字 对 Dunny Dunny 是 Linda Linda 是 Lisa Lisa 胖胎車飛bike 跟我們一般的自行車不太一樣 輪胎不僅是很胖很胖而已 它也要配合兼顧的輪框 構造和專用的輪圈 連胎壓也都超級的低 大約只有5-8PSI左右而已 一般公路車的胎壓都可以達到110左右 相比之下真的差蠻多的 這是為了要應付我們山區 迎面而來的這些小石頭 或者是這些複雜的地形 想必胖胎車騎起來會特別特別的軟 好軟喔 很軟耶 我們今天報名兩個騎乘的區域 一個是森林區 另外一個則是滑雪場 我們的巷島Toshi Sang 他有說明這次的活動 都必須要由專業的巷島來帶領 才能進入這幾個區域喔 剛剛我們的巷島跟我們說 這個地方需要特別的訪問才能進去 就不是說你自己有裝備 你就可以自己進去騎 所以一定要跟著巷島才能進去騎 所以我們今天預約這個行程就是跟著他就可以 OK Toshi Sang有向我們說明 前幾天因為有下一場大雪 所以這個雪會很厚很深 所以他就很擔心我們 所以還特別幫我們去勘察這些地形 確認安全後來帶我們一起來 在穿戴過程中啊 我們也將一般使用這個登山的綁腿給穿起來 否則在我們騎乘的過程中啊 雪很容易跑進去我們鞋子裡面 Forest那邊 可能雪會到達一公尺 這麼多喔 他說很深啊 哇 所以要把它綁腿穿起來 才不會雪掉到我們的鞋子裡面濕掉 他會帶我們去生意裡面 我們胖胎車非bike的變數啊 都統一會在我們的右手邊 通常椅墊呢也會比較低一點 變數都在右手邊 OK 對 OK Sever mountain bike system 跟登山車的system一樣 OK 這是變數的 不在右邊 他前面是很小的耶 他前面的磁筆超小的 後面很大 K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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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a是一個加拿大品牌 然後在過程中在台灣 這個就要我們單車KWM了 沒有騎過Kona的單車今天來騎 來 你有沒有騎過 你不會騎過 他就說這個品牌第一次做這個 FatBike 然後是美國的品牌 對 K OK 卡外儀 然後我挑一個再整理 現在水可以放在這邊 WITMAN 剛剛他跟我們說第一區是森林區 然後就要上坡 一公里的上坡會很熱 所以你可以知道會怕熱的人 會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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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騎乘胖胎車 這個飛Bike的感受 還滿舒適的 很穩 然後輪胎比較軟 但相對它的車身就會比較重 剛剛跟我們說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 Enjoy這整個騎乘 然後能騎就騎上坡的部分 如果真的累了的話 就下來用牽的 無所謂 加油加油 好 OKOK 來救護 出發 嘿嘿 我們要靠左邊 嘿嘿嘿 來 我先騎嗎 好你先 你先 你的好帥喔 你的輪子裡面有冷鏡欸 對啊 是嗎 碧滑雪還要 快點 真的 阿 可以啦 完了完了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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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要牽上去喔 喔要牽上去 酷耶 他說這裡是我們第一個 訓練騎在雪地上的地方 他是一個駐車場 他在雪地上 雪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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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粉粉的 所以騎在上面可能會蠻累 但是他最後講一個單字我聽不懂 不知道什麼意思 馬上就化掉的感覺嗎 可能吧 然後走開時 啥車 駕駛 喔 就會側滑 然後 雪地上 左邊的駕駛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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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點駛嗎 就是盡量用左邊 讓你可以順順的再這樣繼續往前 因為前駛 右邊是前駛嘛 前駛的話你看你會這樣 所以你這邊就會整個滑過去 是 右手邊是前駛 所以在雪地上 盡量就是用左邊 左邊是後面的駛駛 就還可以慢慢慢慢往前這樣 對 駕駛 他說雪地上面是比較軟的 嗯 然後 他應該是希望我們把那個 把手握好 然後你自己想去哪裡 去哪裡你就轉 因為他沒有 他就是一片嘛 他不是說你一定要走一個什麼路線 硬要在那邊 就是follow什麼的 所以你就是盡量自由的 以安全為重的 騎 好 先開始 OK training training 我們先練習齁 一開始Toshi-san為了要讓我們逐漸的適應騎乘在雪地上的感受 還特地先帶我們到這個停車場練習 剛剛是先小小的練習一下在雪地的感覺 找一下那個摩擦力 但是有一點彎就會有點側滑掉 尤其還有起步的時候 你把那個什麼角力踩大一點 後面的輪子也是會側滑 對 所以我覺得他軟好像也是勢必的齁 讓他洗地比較多一點點 接觸地面的面積多一點 他摩擦力才會比較高 其實那個胖胎車跟平常在騎登山車感覺 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其實沒有避震 然後他是用這個胖胎的這個彈性 再當避震 然後因為冰很硬 跟平常騎林道那種土鬆鬆軟軟的 有草啊 有樹葉又不太一樣 就是覺得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那個地 冰的力會直接彈到你身上 就比較直接一點 對 蠻好玩的 因為胖胎車騎在公路上 相比這個雪上 確實紮實度是有差的 雪明顯它會比較鬆軟 尤其在煞車時 它是不能完全的急煞的 需要慢慢慢慢的含著減速滑行 否則啊 就很容易的會側滑掉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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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元 差不多10萬 15萬元 20萬元 15萬元 15萬日幣 20萬日幣 20萬日幣 15萬日幣大概 4萬而已好便宜喔 只是才 大概不到5萬台幣 是50還是15萬 他說25萬 15萬 15萬 20萬 20萬 那不貴 15萬 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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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的騎士最貴耶 這個喔 哇 7萬左右 這麼貴 我們得知啊 Malisa這台胖胎車 居然要30萬耶 我跟Linda都不太敢靠近她 擔心把這台車給用壞 用壞的話呢 我跟Linda就要在偷緒上這邊打工換術 大丈夫 OK OK 好 很難 値段聽了所以不愉快 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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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看到你聽到價格很貴 是不是嚇到 然後他說 哇 他說不要嚇到 不要緊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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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祭司所以不用緊張 對 Let's go What is the first area Sorry Next area Fourth Fourth area Fourth area Fourth area OK Let's go OK 喔 騎在這個冰山 你把冰給踩碎了 Fourth Fourth 你要有速度才過去 你可以配合變速啦 讓你的速度要維持 不然你速度變慢了 你要跟著變速 就騎不過去了 Touchi-san說你 Merry Good Merry Good Touchi-san 我跟你說 你遇到地形啊 你如果覺得危險 你就會維持速度 然後 你的這個 就是Handlebar就抓著正的 你只要不要在地形的時候突然這樣子 就不會摔倒 就不會倒 對 但是 你一定要維持轉動 對對對 就是遇到地形 像剛剛例如有一個比較 稍微比較陡一點點 你就是 大力踩一下你就過去了 可是你Handlebar抓緊 你如果在那時候突然這樣子打斜 你可能就會倒 對 登山車基本上不太會倒 你只要一直維持滾動 剛剛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先停下來 對對對 然後 冰的話是會滑 所以冰就更不要這樣子打斜 好 有我剛剛都進這樣正 然後慢慢轉 對對對 然後 因為要維持滾動 然後冰你突然遇到地形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困難嘛 那你就打 持筆打輕一點 輕一點你才有辦法 就是大腿不會爆掉 你就有辦法一直慢慢轉 OK 好 謝謝 會不會 欸 專業 專業的 我們要去下一個練習場 是 Foster Area 要進去森林區囉 母池自然園 在前面大概300公尺左右 這個Forest Side 會有一個入口 然後我們要從入口那邊就是進去 從上往下這樣子 對 美莉莎可以嗎 OK了啦 我們相信你可以了 會陷下去 真的 進來森林區 然後 然後 Touchi-san會 一個一個幫我們 小心喔 他會陷下去 很陷欸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很緊張欸 不會啦 對啊我也沒有常吃過 有點緊張嗎 可以啦 很緊張啊 對 對 他說 他說這個雪 他剛剛示範給我們看 就是輪胎會整個陷進去嘛 所以陷進去之後 他說會非常的難往前 那我問他怎麼辦 他就說 欸 只能加油了 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可是他們有花了三天的時間 然後他先在下面挖了一個 就是比較好騎的路線 我問他今天會不會帶我們去 他說 當然當然一定會帶我們去 是這樣 嗯嗯嗯 所以在這邊就是 都可以騎但就是加油 好 對 Touchi-san啊真的非常的用心 他居然花了三天的時間 一步一步的靠著他的雙腳 幫我們事先踩出一條的路徑 好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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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那麼 ini超帥的 换来车本身它没有避震 当我们压过树根或者是小石头的时候 通常会脚踩着脚踏板站起来 避免椅垫撞到我们的屁股 之前我在台湾玩蹬山车的时候 有比较高级的车 还有变更坐管的高低 想坐就可以坐着 想站就可以站 就很方便 在森林区骑行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平时在公路基本上 都会专注于地面上的坑洞 与身体上的感受 但在树林区骑行追风 更能感受到穿梭树林的这个刺激 还有胖胎车捏过血的快感 虽然看起来蛮爽快的 但其实也非常的费力 尤其当轮胎陷进去这雪里面的时候 我们更要加把劲地去踩踏我们这个踏板 还有啊 在转弯的时候也不能太压车 因为就会蛮容易测滑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更有挑战性 虽然我们的路基已经算蛮扎实的 但是某些路段还是稍微有点崎岖 我还一度跌得狗吃死 我当下立马变得面包超人 整个脸呢 在这个雪里面 还好没有受伤 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的话 尤其像这种下坡 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样下次我丢Melissa的脸 应该可以得10分哦 你们不要看我在日本滑雪啊 骑胖胎车感觉很轻松哦 你看我也是要补画面 一边骑车一边拍摄这个胖胎车的素材 不好啦 两个高拐 你应该要打雪就丢过 碰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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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们看 他们两个女子这样子对我 刘岛他们两个欺负我啦 刘岛他们两个欺负我啦 刘岛还在前面 不施礼貌地对我傻笑 等一下把他们拍歪拍模糊 一直不停 中间不停 好 不停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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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区的路线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累 需要一直爬坡的那一种 偷取赏替我们安排的路线 其实都是以下坡的路段为主 只有某些路段需要加速的越过 遥连走 越来越漂亮 越浪б征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越好 越来越好 一边整地 昼 有一边 零 Yeah I'm coming home Jarming in my lif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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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台車真的很好玩 只要沒甩倒都很好玩 Woo~~ 中午簡單補幾個行動梁後 我們就準備出發前往下一個地點 白馬村的梅池滑雪場 我們呢 正常會去吃午餐 但是 我們因為拍攝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請 我們的Guy 讓我們自己吃一下簡單的行動量 我們就前往了下一個的Ski的area 進行下一個方態車的行程 前面都是白馬的山 真的很漂亮 感覺是一個滑雪勝地啊 旁邊都是車 的外國人 哈囉~~ 對 沿途碰上不少的外國人 再度驗證白馬村 是個外國旅客的旅遊勝地 嗨 嗨 他說前面先用走的 好 跟著他 好的 很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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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王室 這樣子一個直線 這個是超大超廣耶 對這個超大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新手有散耶 很寬寬 真的確實 不會緊張 再往前面再走一點點 嗯 好 真的耶 這雪況真的不太一樣 有點黏 它是黏的 穿鞋子就感覺有差 超大一片耶 好大喔 比我想像中的大耶 他說從這邊開始可以騎 然後因為這個滑雪場都有用那個機器整理過 所以會很好玩 然後他說我們現在先騎到那個 有三個水塔那邊試試看感覺 對 好 像島特許桑啊 細心地跟我們解說完這裡的地形與流程後 他就先行坐纜車 將山上的雪地摩托車開過來 在他把車帶上去的時候 需要花一點時間 就我們可以看似要在這裡玩 還是去那個休息室那邊休息都可以 太酷了 好酷 他直接把車架直接放到後面耶 哇 好酷喔 這可不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雪地摩托車 而是一個專門運送胖胎車的拉車系統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改裝的 真的非常非常佩服 把所有的單車安裝好後啊 就準備了將我們的胖胎車運送到山上 我們呢 再直接搭纜車到山頂上騎下來 不得不說啊 那個畫面真的很酷 像老頭騎桑啊 就像真人版的聖誕老公公一樣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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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真的是聖誕老人一樣耶 真的是聖誕老人 好感謝他喔 我覺得預約這個行程真的很棒 對 他真的是 好酷喔 好酷喔 謝謝 我們的向導幫我們買了這個一次券 那記得搭纜車要帶紙照 哇 有一個人 他剛剛那邊翻來翻去耶 喔喔喔喔 喔 看到 done oh 這邊 那邊 又要上� lunch 我們應該要坐那台的 對啊 沒有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怪喔 好 나중에 喔喔喔哈 它有Safety Bar 好危險 有Safety Bar 好狠狠 海上面還很大 超美 超美 當時這座美池滑雪場 人並不多 非常的遼闊 景色也很美 你看對面的山 超美 不需要騎車 光是站在這裡 現場就是一個享受 準備騎乘前 向導Toshi-san就跟我們講解 一些安全的須知 像是我們在騎乘的過程 如果萬一不小心要摔倒了 該怎麼摔會比較好呢 準備騎乘前 向導Toshi-san就跟我們講解 像是我們在騎乘的過程 如果萬一不小心要摔倒了 對 對 他說 因為這個雪有點硬 不是很鬆 然後 這個是整理過的嘛 所以你摔的時候 就像他剛剛那樣示範 整個用肩膀下去 千萬不要用手撐 手撐的話就是很容易 對對對 騎車最容易出的問題 就是手撐下去 然後他可能力往這邊上來鎖骨斷掉 對 所以大家小心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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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行 S行 說真的第一次騎胖胎車 我已經很興奮了 更況我們又是在這個雪場向下滑 梅池滑雪場這裡的風景 與街道非常的特別 在這裡你就可以看見三角巷的房子 五顏六色的很有特色 空景也漂亮 白馬的體驗超棒 超棒 我愛死了 大家要來玩胖胎車 一定要來玩 超推 超推好玩 試玩也不會害怕 真的 整趟騎乘完後 其實不會太累 因為大部分騎乘的路段 都是下坡居多 當我們在滑雪場時 也是搭乘纜車上去 雪框的部分 當天可能比較熱一點點 所以這個雪騎起來稍微有一點點黏 好 最後一趟囉 Ready OK Go Go quinhoque 好 wilt 對 勝利 嘛 stressed Fifteen 不一 八 只是 ungs 極 太棒了 太好玩了 好好玩喔 太棒了 好玩 最后TouchSang带我们体验本日最后一个超级的陡坡 这真的超陡的 刹车的部分我完全基本没有送过 但说真的遇到像现在这种地形 反正前面也没有什么障碍物 就是顺着直下 刹车的反而会影响到我们轮胎与雪地的摩擦力 反而容易失去重心而策划 第一位选手先上 超帥的 好重心喔 他整个名字卡住了 超重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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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hooo 啊 好玩喔 我想对 好玩 开心很好玩 是第一个 第一次的初体验 然后 因为我们 前 上个礼拜啦 是滑板跟Skid 然后 体验滑雪的感觉 那这一次的是骑脚踊车 我觉得骑脚踊车 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因為你起腳的時候你只要一放開 你腳就可以走路了 但是滑板跟Ski就相對 因為你是黏在上面就會比較難 然後老闆很專業 然後也很可愛 他會去分享說 怎麼樣拍照好看 然後也會幫我們拍照 他剛剛結束之後也分享很多的相片給我們 相信大家應該都玩得都很開心 然後中間我們因為有拍攝 所以我們自己簡單吃一下 不然正常參加他們的tour是 老闆會帶你們直接去餐廳 有咖哩飯、有竹排飯、有一些減餐 但我們這次就是因為拍攝時間的關係 挑戰!好好玩 而且又包含是這邊 你看白馬後面這邊的山 然後又是下雪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享受 這邊整個雪場很漂亮很漂亮 我覺得跟上個禮拜 我們去的帳王 他的風景是不太一樣的 帳王會是由山上往下看 然後看整個雪 常常是太陽有出來很漂亮 那這邊的話是看整個山的積雪山的形狀 因為這邊整個是山環繞著你 但帳王的話就比較沒有 然後雪場也很大很寬廣 就整個很開闊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看了整個下面的房子 是很近的就很漂亮 完全不一樣 真的好爽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就是是很享受的 這天的晚上 我們還特地跑到附近的Montbell 我們身為登山的愛好者 還是不能放過shopping的好機會 這裡的Montbell 雖然沒有像帳王這麼的大肩 但是這裡最棒的優點就是 Tax Free 免稅 真的是替今天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我很慶幸我們有這次的組合 尤其有Linda的加入 在過程中幫我們日文翻譯之外 也會幫我們介紹單車的品牌 或者某個零組件 這是來自於台中或者是台北生產的 這次由Linda帶我們領騎 很多的小知識與小技巧 都是Linda傳說給我們的 我很喜歡像這樣在不同的領域裡 透過不同的交流方式 認識新環境、新事物與新朋友 我原本以為我是以爬山的方式 來認識白馬這個地方 結果我卻是以單車的方式認識這裡 我很建議大家可以勇於的 嘗試接觸不同的運動 跳脫你原本的Comber Zone 來認識新的事物 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不自在、不舒服 但我相信你接觸後 你一定會獲得不同的啟發 下一集 我們即將前往松本城安高原 與更多的夥伴們會合 我們會在城安高原附近 探訪壯闊的三本瀑布 在森林中體驗雪地践行之外呢 也會跟夥伴們在城安學場裡 一起練習滑雪 還有還有 在雷鳥溫泉旅館裡一起煮飯 一起享受野湯溫泉 更多有趣的內容 請持續鎖定我們下一集的 翻越冒險行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